历史世界频道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是1930年从台湾民众党分裂出去的一个右翼团体 1930年8月17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立于台中最月楼酒家 出席者达227人 并推林县堂 土屋达太郎为顾问 杨兆家 蔡世谷 李良璧 刘明哲 李瑞云等五人为常务理事 成立后 集于全岛24个地方巡回演讲 锁定施行地方自治此单一议题 主张确立民主主义 采取合法手段 以争取政治自由与地方自治 但自治联盟常遭到民众党及左翼阵营的批评及抵制 民众党并作出禁止党员加入自治联盟的决议 为了贯录 为了贯彻此立场 民众党中执委决定 对于加入自治联盟之党员 负以两周促其反省 若不退出自治联盟者予以除名处分 之后除灵县堂外 蔡培伙 陈逢源等跨党分子都遭除名 灵氏也愤而退党 左翼阵营方面 除了讥讽自治联盟卫 第二公议会 公议会及清日派姑显荣等人所创组织 灵秋无主编的赤道报 也曾予以讥讽 新文协的新台湾大众时报 甚至直批骗贼李该岁师万段 然而自治联盟却是总督府 最能接受的社会运动团体 1931年 昭和六年 日本殖民政府大举 镇压台湾的政治社会团体 无论台湾民众党 1927到1931 新文协 1927到1931 台湾共产党 1928到1931 台湾农民组合等组织皆被查禁 唯独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还能正常运作 自治联盟亦曾派员参加1935年 昭和十年 第一届市会及接装协议会员选举 成绩不错 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 台湾民众党新闻协台共等组织人员纷纷遭到搜捕 1936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洛威 itor新谍 省 铁 ahl 脂肪 铁 二